你自己拿吧 浴庞我给你放在外面架子上了 你自己拿吧 你先给我就好了 等着你也看不见 他突然怎么样 这家人感觉快快的 这么多 这家人又在闹什么呀 收拾好了 嗯 我随便吹了吹 凑好能穿 我还有点事 魏总你慢慢收拾啊 之后有什么事的话 我们下次再约 下次是什么时候 说清楚 思一思 哦 不对 周氏 魏总 你叫谁呢 我在你眼里 就那么像会认错人的蠢货吗 口红不错 很趁你 出国这些年 倒是学会打扮了 可喜可贺呀 也恭喜魏总势力恢复 不过为了避免第二次受到意外 还请继续配合治疗 你以什么立场说这些话 合作伙伴 粉丝 还是 前女友 路人的建议 魏总也可以选择不听 路人 路人的话 你戏也太多了点吧 哦 对啊 我记得你在医院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应该就是那个 让你有点后悔的朋友吧 魏总 你这是要来叙旧呀 就这么喜欢在我这儿 找存在感呀 激将法对我没用 两年前你突然间跑掉 现在又趁虚而入 突然间跑回来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同情 怜悯 实在不行 你就当我是在为盲人做工业咯 够了 今天 你要是不说清楚 你休想出这个门 反正啊 我已经等了两年了 我有时间等你 我以为你都已经放下了 你以为 你凭什么擅自以为 被抛下的又不是你 放手放得倒是挺快的呀 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 说 我明白了 那就痛快一点 好 加油 好 不 你 你 没有 好 好 好 绝对 但我现在 是你的 你要是不想的话 你下次也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我这 我这还有话要说呢 你 你不能这个时候放我鸽子吧 要不 下次再说 下次 又来 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不行 今天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走 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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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周氏 抱歉 下次一定补偿你 周氏 你回来周氏